北市警用監視器 爆傳輸廢案爭議 郝龍斌與台志光簽約 卻引爆蔣萬安柯文哲隔空大戰 敢在賴清德就任前 馬英九布置二訪中國 赴北京出席皇帝靈祭典 有可能發生馬席二會嗎 對抗中國加強台海防禦力 簽訂超過一甲子的 美日安保條約 有望調整成升級版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新聞首先來關心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陳崇文涉嫌收受 台灣智慧官網賄賂 遭到緊連單位搜索 裁定羈押獲准 而台志光跟台北市政府 簽的這一份超怪合約 也就浮上檯面 更引得前後任市長 柯問哲跟蔣萬安隔空交夥 台志光公司是2012年 前台北市長好龍斌任內 由台北市政府零出資 然後委託上市的 台東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協助鋪設台北市的光纖網路 而一約成立的一間子公司 雙方簽訂的保底合約期間 長達25年 每年還要至少4億元的收入 等同於保證它的總營收 有100億元 而台志光的大股東是台通光 當時的股東之一呢 就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岳父 高玉仁的家族 所100%持股的玉華 投資開發公司 而簽約當下呢 玉華還持有台東光股票 539張 而且這一份25年的合約呢 是開口契約 所以每年都要溢價的 再加上它有一個獨家優先租用 所以台志光每年都可以出招 十字大開口提高經費 在柯文哲卸任之前呢 他就曾經批評說 我還沒有下台 國民黨民進黨就已經聯合起來 污錢了 還說自己忍台志光忍了8年 現在他更質疑了 在他任期的最後一年 網路傳輸的服務費 預算是4.6億 到了蔣萬安上任之後 送到議會的預算 卻是5.5億 他認為蔣萬安 應該要解釋 為什麼多編了 這9000萬元的預算 不過蔣市府也反擊啦 說柯文哲不但沒有 把母約解掉 其實到了2017年的時候 還另外跟台志光 訂定了一個 特別針對警察局的 專案費率合約 把3M的費率 訂定為2200元 然後今年蔣萬安 更進一步宣布了 他即刻啟動解除 這個2200元 專案費率合作的 這個相關作業 但是前台北市長副市長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 又出來嘲諷了 說蔣萬安搞不清楚重點 如果你認為合約不合理的話 難道不應該是廢掉 台志光最原始 這一張25年的合約嗎 但是台北市政府 當然又反擊了 既然如此 那為什麼柯文哲 執政8年 不廢除母約呢 我已經要求法務局相關單位 即刻啟動解除 106年柯市府所簽訂的 專案費率合約相關作業 監視器預算演變成 柯蔣護槓 台北市長蔣萬安主動出擊 宣布解除柯任內 跟台志光簽訂的 三MAY2200元 溢價合約 從頭到尾就是同樣的費率 為什麼柯文哲編4.6億就可以 蔣市府要編到5.5億 所以問題不在費率 我想蔣市長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搞清楚重點 蔣市府質疑費率 白銀則漸止三MAY速率 而當初柯市府 2200元費率如何溢價 遭踢爆 連書面記錄都找不到 面對柯文哲連日來 以鬼策說謊打口水仗 開嗆李四川 簡單的是輪不到你 蔣萬安說得酸 現在就來做困難的事情 我們面對問題 我們想辦法來解決 如果他認為這個合約 這麼不合理的話 應該是廢掉原來的 台志光的原始 25年的這份合約才是重點 所以如果廢掉合約 如果新的草商沒有銜接的話 的確會在交接的過程中 可能會造成治安的空窗期 如果連解除紫約 都以此為理由阻擋 請問若要因皇前副市長所言 分除整個母約 資安空窗不就更大了嗎 如果母約真有問題 柯文哲前市長執政八年 為何不廢除母約 台志光爭議科獎持續攻防 交鋒 互不相讓 靜新聞綜合報導 而現在藍營的臺北市議員 劉采薇持續踢爆 說柯文哲任內還陸續給了 台志光十六筆標案 其中更不乏高達上千萬的預算案 他就質疑柯市府 難道在當時這位台志光 開了後門嗎 民眾黨就喊冤了 說柯文哲完全是依詢好市府時期的母約 然後也就因為有優先租用的這個附加條款 才讓後來的臺北市政府 只能被迫使用台志光的服務 台志光弊案引起藍白護鋼 如今藍營議員在踢爆柯文哲任內 給了台志光十六筆的標案 其中像是聯合醫院的光鮮網路案 更是上看千萬 坦開北市議員劉采薇提供的資料 柯市府自二零五年起 就陸續提供台志光格式標案 光是台北大學宿舍網路案 就高達兩百萬元 其中兩筆 北市聯合醫院的光鮮網路案 更是上看千萬 而這也讓藍營議員大聲質疑 柯市府難道為台志光打開後門 台志光社會案想不到 竟連帶斗出前朝事故打窟窿 並經擔任了八年的市長 而且跟台志光簽了這麼多筆的合約 我想為什麼這麼奇怪還要簽約 那這當中有許多的癥結點 應該是由柯文哲自己來說清楚 這裡面寫了 本府所屬機關包含學校 及台北大眾捷運分有限公司 在營運的期間 依下一段敘述之優先租用本案網路服務 包含警察局錄影監視系統 各機關可租用的部分 也就是在這限制的範圍之內 我們只能優先租用台志光所提供的服務 藍白陣營隔空交鋒 面對藍營下站鐵阿伯這一球 又該怎麼接 金新聞 黃其昂 陳信瑞 採訪報導 六銀的北市議員 簡書培就炮轟 說蔣萬安看起來 是對這個柯文哲出招 但其實北市府至今 有四十七條紫約 如果只解除其中一條 根本就在打假球 他更揭露了臺北市跟臺志光不只紫約數量連年攀升 而且預算更臨從一二零一七年的三百萬飆升到五點六億 他炮轟臺志光弊案簡直就是垃圾不分藍白的典型例子 套句柯文哲的話真的是垃圾不分藍白 怒轟前後任臺北市長將市民當作盤子刷 民進黨北市議員簡書培再搜出數據 要柯文哲把話講清楚 從一個協約變成四十七個協約 預算金額從三百萬來到了五億六千萬 臺志光跟你是什麼樣的關係 為什麼你讓你的相關單位跟臺志光簽了這麼多的協約 坦開北市府與臺志光歷年前訂的紫約 柯市府在卸任前來到二十九幣 而在二零二年蔣萬安上任之後 紫約數量增加十一幣 二零二三年截至目前則是增加了七幣 其中預算方面更從二零一七年的三百萬 一路水漲船高來到五點六億 儘管痛批蔣萬安別打模糊仗 紫約經歷柯蔣兩任市府 要徹底杜絕爭議 此刻唯有從解除母約來下手 所以他們兩位市長 我覺得就是害怕啦 相怨啦 所以我在想 這就是為什麼遲遲這八年來 柯文哲 不敢減編預算 蔣萬安他到任到現在以後 這一年裡面 他不敢積極的跟臺志光解約 既然身為首長就應該 決策斷勢能力要很強 要應該該斷就斷 臺志光閉案 藍白葛說個話 畢竟這鍋誰都不想背 金新聞黃強 陳欣睿採訪報導 在準總統賴清德即將就職前 前總統 馬英九宣布在四月要重訪中國 這一回他不迴避政治敏感 到北京訪問 然後馬辦稱呼克隨主變 會是在預告中方的安排會升級嗎 而會跟政協主席王滬寧見面 還是可能會發生馬席二會呢 馬英九去年訪中的兩大重點 一是中華民國的尋根之旅 所以他到武漢 南京 不斷在行程中提到了中華民國的歷史 這當然也就不失他中華民國 前總統的地位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他個人的尋根祭祖 向馬家的祖先祭拜 那這一次訪中的目的 重點又是什麼呢 已經不是家族祭拜 而是升級到拜皇陵了 這是向中國人的共同祖先祭拜 過去中華民國政府在春季 有中書搖祭皇帝陵的典禮 在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 悄悄取消了 而馬英九這一回不搖祭了 是直接到中國去祭 那麼這對凡事必稱 臺灣的現任政府來說 當然是盲刺在背 而同樣是在青年兩岸的交流 去年在湖南大學馬英九大談 我們國家修憲的一國兩區論 一個是大陸地區 一個是臺灣地區 都是我們中華民國 都是中國 那今年馬英九是要到北大 這是前副總統連戰口中 所謂中國大學的翹楚 中國新思潮的發源地 那他回臺灣重要的 這個北大演說 臺灣重要人物在這裡的演說 都曾經在中國掀起不少的聯誼 所以馬英九這一次 要怎麼跟北大學生談中國 談兩岸勢必也會成為焦點 前總統馬英九二零二三年 訪中記組國台辦主任宋濤 特別陪同 睽違一年後 馬前總統將再度訪問中國 應大陸方面邀請 馬前總統將於四月一號至十一號 訪問中國大陸廣東 陝西 京 會率領大九學堂的學員一起前往 參訪中華文化歷史景點與企業 同時也會出席繼皇帝陵祭典 將率領超過二十人訪問團 搶在五二零外勤的上任前訪中 難不成想當榮兵先鋒 去年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推動這個臺灣的同學到大陸去訪問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殊的 那個時間點上的考量 國台辦熱情歡迎馬英九先生率團來訪 而這回將造訪北京的馬前總統 念資再資的是他 習近平 所以你覺得你能相信他們嗎 那麼你必須要相信 外界更好奇難道這回可能重現 繼二零一五年新加坡馬席二次會 他們有什麼樣的安排 什麼樣的接待 我們都各自主編 有這樣子的卸任元首 其實對臺灣來講 不僅是傷害我們的情感 馬英九所作所為 是讓人家看不起的 作為一個國家的前援手 可以吞下中國稱他馬先生 讓中國好好的用一個中國 來對全世界宣傳 會不會見面 我相信中國那邊還在考慮 他們的見面可能性不是沒有 但我認為機會並沒有想像中的到 到底有沒有馬席二會 馬伴表示一別近九年 希望能再與老朋友碰面 但一切尊重中方安排 今天我黃軒林玉成採訪報導 馬前總統一直堅持跟中國做好朋友 但是在這幾年的蔡英文總統的外交路線 則是努力的跟歐美找更多的朋友 政府總統商美琴也延續這樣的路線 最近他應歐洲議會跨黨團重量級議員的邀訪 到歐洲議會建了不少政要 他在歐洲智庫演講的時候 也強調未來政府將要全力強化國防克阻的力量 並且期盼歐盟跟臺灣能夠簽署經濟夥伴協議 而鄉美琴這一趟才見到了歐洲議會對中關係 代表團團長包瑞翰 包瑞翰今天就率團訪臺 今天上午跟總統蔡英文會面的時候 還笑稱綠色是希望的顏色 看見遠道而來的老朋友蔡總統溫暖寒暄 府內接見由歐洲議會對中關係代表團團長 包瑞翰率領的泛歐綠黨訪問團 我也期待我們雙方能在假訊息防治 供應鏈安全以及經貿交流上 有更緊密的合作 我認識你會有紅色的選舉 我的選舉也會有紅色的選舉 英文說是紅色的選舉 紅色的選舉 開玩笑找共識可不止顏色 包瑞翰身為我國堅實友人 甚至在飛來臺灣見蔡總統的前一天 他仍就在歐洲會晤到訪的準副總統蕭美琴 舉杯暢談蕭美琴應歐洲議會跨黨團重量級議員邀訪 第一副議長卡拉斯及代表議長梅特索拉親自接待 蕭美琴在歐洲智庫演講時 更指出要全力強化國防嚇阻力量 提升經濟安全 並預請歐盟與臺簽署經濟夥伴協議 此行是我國副總統當選人 首度在就職前應邀訪問歐洲 蕭美琴這一趟應歐洲智庫邀請 訪問捷克 波蘭及立陶宛等中東歐國家 傳達我與歐洲盟友在民主供應鏈等 更層面加強合作的訊息 更是承襲了蔡總統的外交路線 針對我們許多在政府的理念 那跟這個民主同盟的這個事情上 可以再跟歐洲多做對話 那並沒有觸及520就職典禮邀請的事情 發揮外交專長蕭美琴出訪 為新政府打前鋒 也能預見520之後 這一位副總統將為臺灣再拓國際能監督 進行李蔡神佑採訪不到 逐流拓展國際能監督拚外交之外 能不能好好地拚臺灣的經濟 而不是獨厚某些產業呢 因為普遍來說 大部分的外食足壓力真的越來越大了 近期有不少餐廳接連宣佈漲價 像是徵仙集團旗下的定時巴 就因為原物料跟人事成本的壓力 在3月19號把部分品項調漲 二十元之多 而今天日本連鎖一蘭拉麵也宣布 招牌的豚骨拉麵 四月份就要從兩百九十八元 漲到三百一了 不過業者強調這一次的漲價 跟店價無關 而是要幫員工全面調薪 濃郁拉麵上桌 日本連鎖一蘭拉麵 繼前年調漲後再度宣布要漲價 四月開始拉麵從一碗兩百九十八元 漲破三百塊 但業者理由是要幫員工加薪 因為現在慢慢的物價也在漲 可能未來也考量到 可能房租也會繼續漲 我們人事成本增加了 所以我們可能也會有需要 拉麵也調整一下價格 調漲時間正巧碰上店家上漲 就怕外界誤會一覽強調 是因為員工要全面調薪 正值起薪從三萬四 調高到三萬八 儲備幹部起薪調漲八千塊 整體調幅超過一成 因為調薪而漲價 成功降低消費者反彈 可能會減少吃出來吃 我覺得偶爾吃可以 可是常常吃有點太傷荷包 不知一覽 真仙集團旗下定十八 也被發現部分品項漲了二十元 照燒烤雞腿套餐 從原本一百八十元漲到兩百塊 漲幅超過一成 外食漲價民眾有感 但業者也無奈 網友PO出自己開中式早餐店 卻被廠商告知 四月店價調漲 所有面點類也跟著漲一元 肉包從十八元漲到十九元 饅頭一顆十六元 讓他直呼國發會明明說店價漲一成 物價只會小漲百分之零點三 沒想到廠商直接漲百分之五 今天就有叫蛋 然後一蘭蛋一斤原本四十三塊 然後現在變成一斤四十六塊 對 然後蛋商人也是說 因為電費要漲了 所以他們蛋價也跟著一起漲 進貨成本大漲 四月還有店家壓力 業者無奈恐怕四五月 就得把成本轉嫁到菜單上 消費者荷包也會更吃驚 的確就因為電價從四月起平均的調幅 有百分之十一 所以也就推升了國內物價的壓力 上週央行就調高了 今年的CPI年增率到百分之二點一六 今天在立法院財委會上 主記長朱澤民也預估 主記處將會把CPI年增上修到百分之二點零三 雙雙都突破了百分之二的通膨警界線 這位上週經濟部試算店家懶人包被批評失真了 朱澤民也頻頻緩夾 要大家相信他們 因為電價失算問題遭了媒體團團包圍 主記長朱澤民面不改色 批評為經濟部款項 他有分民進用電分度數 工業用電分他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那個是什麼營業的成長衰退都有 重慶電價試算方式有急劇之分 會引起風波 主要還是因為經濟部盛州的智商 電價懶人包 試算每月用電量七百度以下的北部烘焙坊 電價每天只會多兩元 被批太過失真 進了立法院再也立委 也沒打算放過 政府是不是無知 不知民間旗鼓 不會啦 才會這樣的無知 所以因為他知道說有些小店鋪 他的生意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就是那些比較小的店鋪 他的一個是什麼 調伍比較低 電價試算各有解讀 但可以確定的是 電價漲今年的物價肯定也會跟著漲 央行在今年的第一季 理監事會已經上修 今年CPI年增率的預測值 到百分之二點一六 而主機漲也預估將會上調到百分之二點零三 雙雙突破百分之二的通膨警戒線 但主機漲似乎還是老神在在 二點一六 也不是到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 它只是物價會有一個百分之二的成長 光是計算電價漲幅就能將CPI成長率墊高 將近零點二個百分點 但各上交通費也蠢度 就怕引起後續連鎖效應 金雄物雅廳 陳志豐 採訪報告 其實適度的物價上漲 也就是常常說的所謂溫和通膨 對於經濟發展來說是正面的 但問題就在於多數人薪水凍漲 對於通膨當然就會很反彈了 那也有人說 過去這幾年全球經歷了疫情 還有地緣政治動盪 GDP表現不仍然是很亮眼嗎 還大幅了超車日韓跟美國 只是央行在這次的 理監事會議報告上其實也提到了 台灣的GDP是贏南韓的 但是象徵國人消費力的 美工時實質薪資卻是大幅的落後 專家跟央行共同點出了問題 說這個關鍵可能就是差在服務業 因為台灣是靠半導體撐起經濟 但是南韓近年大力發展娛樂產業 反而帶動了更多產業一起好轉 連薪資結構也發生了變化 白貨中年慶開跑 民眾衝衝衝搶著掃貨 或是一道廉價機場塞滿人 準備出國度假 種種跡象都顯示 國人消費力應該不低 但央行報告卻點出問題 央行分析2015年至今 台灣累計經濟成長 不只高於日本美國跟南韓相比 更是差了一大截 但如果看象徵民眾消費力的 美工時實質薪資累計成長率 卻是遠遠落後南韓 反映出的是 即使贏了GDP 但人民卻毫無感 專家分析 台灣薪資到產業結構都跟南韓差很大 要相比最大關鍵恐怕就在服務業 連央行都點出台灣服務業薪資制度 不如韓國大企業完善 我們的成長都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台積電 來自於半導體 半個島靠它養身體就叫半導體 那另外半個島呢 另外半個島就靠服務業 我們的服務業成長 看起來就比較有限了 韓國現在有什麼視聽文化 他們有韓流 他們有韓劇 所以韓國的服務業表現得很好 台灣靠半導體撐起經濟一片天 反觀南韓除了有電子業優勢 更有世界級的娛樂業 產業發展更多元 確實值得台灣借鏡反思 但專家也說 南韓貧富差距極大 兩國相比各有好壞 近期文學長 宇嘉偉 採訪報導 什麼是美日安保條約呢 它是一九六零年 美國跟日本 在華盛頓特區簽訂的 最初是美國在冷戰時期 它為了要對抗蘇聯 而採取一個同盟行動 後來就慢慢演變成了 美日共同維持跟發展軍事武力 以抵抗他國武裝攻擊的條文 那麼其中就明定了 日本的支援責任 還有美軍的防衛責任 無論是日本或美國 遭受第三方攻擊 都視同對自己國家的攻擊 而涵蓋的範圍 包括了整個遠東地區 而在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文件 更可以證實 所謂這個遠東的範圍 是涵刮台灣的 所以在一九九五 一九九六年間 台海危機爆發 中國對台灣的外島 發射飛彈武力威懾 美國就是根據了 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派遣了尼米茲號 跟獨立號航空母艦戰動群 來支援台灣海峽 而2021年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首度表示說 日本無法容許 台灣遭到武力侵犯 台灣有事 等同日本有事 那麼也就等同於 日美同盟有事 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絕對不能誤判 也就是說這一個美日安保條約 形塑了東亞的地緣政治 六十年來一直支撐著遠東地區 以及台灣的安全 也對抑制中俄的侵略各國 起了一些重大的作用 然後也受到韓國 菲律賓 澳洲跟紐西蘭等國家的肯定 那麼剛剛我們看到了 外國媒體透露 下個月 美國總統拜登 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就會公布雙方針對美日安保合作的新計劃 具體的內容可能會有哪方面的調整 而最關鍵的 台灣又會以什麼樣的角色 出現在條約裡呢 我們來聽國防院戰略指揮所所長 蘇紫雲的分析 美日安保的調整應該是說 把它的指揮權就是往前放 也就是前進指揮的概念 主要應對就是中共可能會 這種突然式的突襲 所以他在指揮架構 還有部隊的配置上面會進行調整 第二個也就是從戰略面來講 主要是應對去年美日韓在大衛營的 這三國峰會 達成強化三國的共同防禦的概念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從去年開始 美國駐韓司令部就已經進行了調整 也就是類似把部分的基地 還有就是指揮權進行調整 那第二個就是今年就會輪到日本進行 跟美國這樣子雙邊的一個 就是協調了 第三個台灣其實早就寒過在美日的安保的範圍之內 主要來自於美日安保條約第六條 裡面所訂定的所謂他們協防的範圍 指的是菲律賓以北的區域都算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寒闊在美日安保的範圍之內 已經是一個就是法定的一個區域了 剩下就是說日本屆時可能會介入的程度 比如說它是保持這個就是後勤 或是是它的基地供美軍使用 或者是直接自衛隊也會參戰 這才是美日這一次可能會討論的一個要點 其實日本最近在軍事上的發展越來越激起 除了可能調整美日安保條約的內容之外 日本陸上自衛隊最近也在沖繩成立了 地對艦飛彈連隊 難道日本感受到了西南海域的安全危機嗎 而這一波操作又有什麼軍事上的意涵呢 繼續來聽蘇紫雲所長的分析 可以說十二世反艦飛彈是日本自衛隊 開發的新一代長城反艦飛彈 就是從它既有的反艦飛彈進行改良 那現在把它部署到沖繩 就是應對中共的艦隊 經常性會從宮古島 就是向東南出太平洋 還有就是中共跟俄國經常性 也會組織所謂的聯合巡航 中國艦隊跟俄國艦隊 會肩並肩的繞日本列島一圈 對日本進行這種恫嚇的行動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在它西南諸島 除了沖繩島之外 在宮古島也會配置新的防空飛彈 跟反艦飛彈 在去年我們都看到 國際媒體也有報導 宮古島出現新的基地 在更靠近台灣的宇納國島 大概距離我們宜蘭 只有100多公里的位置 太部署了這些所謂電戰部隊 也就是用來偵測中共可能的 空軍或者是海軍的動態 或者是北邊的部分 另外就是主播剛才提到的 美日安保的協調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隱藏版的要角 就是菲律賓 這次菲律賓也會參與美國相關的對話 美日相關的對話 也就是從整個地圖上來看的話 台灣的北邊是日本 在宮古島 沖繩島 還有美日強化這個防衛 那在台灣南邊 菲律賓跟美國在巴丹島 強化軍事的部署 那麼就是從台灣的南北兩邊 把北邊的宮古海峽 跟南邊的巴士海峽封鎖住 那這樣子就可以減輕台灣 在東岸的壓力 就是可以提高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 不過說到大國侵略 當然也想到俄羅斯了 而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莫斯科的音樂廳恐攻事件 至少已經造成了一百三十七個人 罵難 被逮捕的槍手 有四個人在昨天受審 目前有三個人認罪了 然而即便伊斯蘭國已經坦承犯案 俄羅斯卻還是緊咬烏克蘭 認為他們不是主謀 就是共犯 還指控他們原本要在烏厄邊境 來接應這些恐怖分子 兩眼無神坐在玻璃隔間中 莫斯科音樂廳恐攻事件嫌犯 陸續受審 其中一人出現時耳朵受重傷 另一人則是臉部腫脹 根據俄羅斯媒體說法 他們疑似遭到刑囚 最年輕的嫌犯費佐夫 現年十九歲 在醫護陪同下 從醫院直接到法庭聆聽審訊 虛弱地坐在輪椅上 全程緊閉雙眼 俄羅斯法院裁定 四名塔吉克公民都要還押 繼續接受恐怖主義調查 而除了費佐夫以外 其他三人都已經認罪 當局表示 還有七名嫌犯等待受審 普丁看似眼眶犯淚 在教堂為恐攻事件 罹難者哀悼 也多次在胸前 劃十字架 點頭致意 不過針對美國三月初 就曾示警 莫斯科將發生恐攻的說法 克里姆林公始終不認 如今俄羅斯駐美國大使 也跳出來說 沒有接到任何消息 雖然ISIS已經公布 恐攻當下的畫面 不過俄羅斯當局堅稱 是在烏爾邊境 逮捕這些嫌犯 而且強調他們在烏克蘭有接應 就是要把這筆帳 算在烏克蘭頭上 金新聞綜合報導 這場音樂廳恐怖攻擊 是上千人的噩夢 音樂廳的保全 回憶釋放的當下 他帶著一百多個人 躲進了安全空間 把門關上 槍守當時就在門外 不過保全強壯鎮定 安撫群眾 而當建築物遭到縱火 煙霧飄進這個門內 他帶著所有人往地下室走 最終成功逃得出來 那一直到任務完成之後 他才意識到 剛才到底發生了多可怕的事情 身穿黑西裝的保全面對驚慌失措的人群 努力說明情況 他在遭遇恐攻的俄羅斯音樂廳工作13年 槍擊發生後馬上帶領上百人逃進安全空間關上門 隔著一扇門就是槍守 大樓又被縱火 煙霧灌進門內 人們開始感到恐慌 保全亞利克西帶著所有人沿著階梯往下走 穿過地下室成功逃出去 和妻子一起去看演唱會的帕維爾剛從廁所走出來就從天堂掉到地獄 他跟著人群跑進音樂廳卻目睹了槍擊過程 他成功逃出的關鍵是跑向遠一點的緊急出口 他們觀察大廳確認沒有槍手才全力衝向出口 跟在後面的人都成功逃出 穆斯科近郊音樂廳恐攻造成上百人罹難 也在生還者心中留下畢生陰影 今天的專題報導要帶您來認識 全台有三分之一的鄉鎮 正在面臨滅村危機 在二零一九年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的搶救之下 這些日落村有活起來了嗎 稍後帶您關心 深度探照鏡 本週我們要來關心臺灣的滅村危機 全台其實有高達三分之一的鄉鎮 正在面臨年輕人出走完全沒有新生兒 六十五歲以上人口超過半數 像這樣的超老日落村就有上百個 所以為了扭轉這樣的荒老 行政院就漸進日本 在二零一九年展開了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搶救城鄉發展失衡 那這幾年過去日落村真的有活起來嗎 近新聞走訪全台 檢視地創正翻轉偏鄉的成效 草甲申中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照顧八九十歲長者是臺南佐鎮公館社區的日常 雅口日見老化 失去品嘗美食樂趣 行動不便卻仍準時報到 因為共餐時光可能是他們全天 唯一最不孤單的時刻 對啊 很不聊 回白長髮 陳柳族穿梭長者肩 相對年輕 格外顯眼 他是翻轉社區的靈魂人物 在這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超過全村三分之一人口 阿嬤 再見喔 你應該給你看 好 再見 而逗得爺爺奶奶嘴角失控 賴政達是在地返鄉的佐鎮青年 身處片鄉 老人家除了等待小黃公車 也只能依賴陳柳族接送 佐鎮公館位於台南淺山區 家戶距離遠 更是水質水源保護區 工業 畜牧業不能在此落腳 只能務農 年輕人紛紛出走 觀光局的派遣員工 反而落地生根 沒有人看到他們 對 孤立無遠的感覺 他其實很多面向都需要人家來關注 可是都沒有人 過程你一定會有一些心力 時間 感情的投入 萬劫不復 無法回頭 就是你會覺得 我已經做到一個程度 我應該要繼續做下去 決心投入地方創生 但才盤點產業 他就徬徨了 芒果我們想到的就是玉井 對啊 香蕉我們想到的是旗山 永遠不會想到佐證 物產與周邊鄉鎮相近 是發展致命傷 但毒澱粉事件後 他發現常見的葛玉金 大家俗稱的粉薯 是古早太白粉 意外點亮靈感 我們的長輩就是都有在做那個 葛玉金粉 把葛玉金的元素放進去 那就產出了更多的產品 葛玉金麵的口感很好 那發現說那個回購率也滿大的 從麵果醬到面膜 到防蚊蟲咬傷的清清霜 都因葛玉金而生 但資金拮据 腳步很難走得快 葛玉金是佐證家家戶戶 都有的作物 經過社區發展協會 回來爬書文史 將他們從一級產業的作物 不斷的加值 到六級產業的食農教育 現在在地方創生 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無聊做作到被需要 村裡的老人家重新擁有活力 沒有你 也就沒有我們可以走到這個地方 看著長輩每天這樣的笑容 或者是說他來這邊會跟你訴苦 會跟你講開心的 不開心的 難過的 對 那你就知道你有多重要 而年輕人賴政達加入 更讓佐證連夜都不一樣了 佐證的惡聊日出平台 擺起餐桌 在地農產設計成法式料理 月實際辦了四年 從香烤土雞雞腿排 左樹葡萄紅酒醬 到段木香菇農湯 加深公管社區與佐證老街連結 希望說這個店面 它是可以承載在地的故事 然後讓外地客願意駐留 願意停留半小時 那聽我們講故事 然後看看這邊的一個 一個過去的歷史 佐證老街它真的很短 它只有15公尺 可是它其實承載了 以前上萬人的回憶 要找回在地認同感 老街尾端被拆除的 唐鐵舊道路 如今撐起希望 它有機會將大約2.3公里外的 化石園區人潮引人至此 把我們這邊來參觀的人潮 不僅僅只是進入到園區參觀完 然後又開車離開 我們盼望的是這些人在這裡 他透過這條連結道路 他可以到老街 騎腳踏車十分鐘 儘管化石園區人氣旺 但想結合兩區人潮 牽涉地方政府各局處 喊了許久的計畫卡關 創生團隊怎麼等得了 國發會它應該盤點一下 我們地方不能發展的原因是什麼 才是第一個 我們所謂的地方創生 要去解決的問題 比較是用補助的方法 或協調跨部位協調 這個法規松綁結合機制 體驗跟小旅行 那它需不需要有一些導覽的證照 我們就要跟交通部 來做一些協商跟協調 左鎮公館社區八十歲到一百歲長輩 超過四十人 是全台三分之一超老日落村縮影 在國發會二零一九年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中 全台三百六十八鄉鎮 有一百三十四鄉鎮 是超老日落村 列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 兩個指標包括人口嚴重負成長 以及中低收入戶占比高於全國中位數 如何讓年輕人留下來 是長期努力課題 堅持當地當令 雲林華南社區督導賴雅梅 未來觀摩的雲科大教授 說明全台獨有的人生七味餐 從長者共餐升級到導覽必吃的風味餐 每年近八百人到訪 酸甜苦辣甜鹹色 由阿嬤的趙咖撐起一片天 全台最少人村落 如今成為世外桃源 改變契機是他 華南實驗國小 過去差點被廢校 現在年年滿元 想讀得先抽籤 翅膀是我們的 華南社區的什麼東西 愛育殼 對 愛育殼 低年級手工藝課 用社區農費 愛育殼 南洋山做材料 訓練孩子小肌肉同時 也接近土地 以前這種愛育殼我有看過 然後可是我都覺得 它只是一種東西 結果它可以用來做這些東西 未來我們社區 等到這些孩子可以進到社區 回到社區去工作的時候 他對待我們土地的觀感 跟態度 然後還有跟對待同學 同事的態度 也會完全不一樣 賴雅芬是台中 移居華南村的新華南人 十年前他受邀 到華南國小推動生態教育 用生命影響生命 榮育理事長劉欽吉 七十三歲 農務照樣自己來 堅持不用除草劑 改為有機栽種 詮釋社區孩子功勞 所有的居民 要感動 要這個優先 優棘 都無所謂的接觸 都聽不懂 我們就慢慢看到 我們這些小朋友 這些社會家 大家都贊同說 這個優棘 優先 改變的聯誼 一圈圈往外擴散 這十幾年來 我差別很大 我的感覺也很多 大家都很高 我們一家很快樂 很幸福 因為我們都沒有在庫洞 聽說 十幾歲 八十幾歲都累了 高齡九十六歲的阿公們 勞勞扶持 即使已經無法親手編織 仍是逐編客顧問 老人家的笑容多了 村子 孩子多了 帶來終生代父母 過去從事企業教育 訓練的賴雅梅 就是其中之一 結合終生代家長的人脈與資源 華南重新修復石梯田 成為導覽DIY體驗重要場域 手沖咖啡等小農產品 更成為上市櫃公司 年節正理 五年創造近兩千萬元銷售額 我們在鄉村可以提供北部人 很多他們很多的想要 做這樣的消費 他們覺得很有溫度很幸福 那我們因為這樣的開發 可以讓產業滾動起來 我們覺得很值得去努力 地創團體融入地方DNA 打造特色伴手禮 台灣是否有機會 依循日本故鄉稅模式 從和牛 稻米到血蟹 好禮大放送 買土產來抵稅 財政部他們也做過評估 地方的建設是用 投訴分析款來協助 偏向他如果得到 Anyway 公所或是 他得到這個資源以後 是不是會真的用在地方創生 說老實話我們也不太清楚 礙於國情不走日本模式 如今放眼全台 能自立的創生團體 至少都走了十年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開跑 國發會統計截至112年11月底 已經通過了135件地創計畫 其餘52件相關部會輔導中 教育其實是地方創生的最後一理路 長輩不斷地跟我們說你要好好地讀書 將來到外面去找一個好的工作 從來沒有人在跟我們講說 你必須要留在村子裡面 好好為這一塊土地努力 想翻轉全台破百個極限村落 並非年輕人一輪接一輪進駐 還得凝聚認同感 蹲點超過五年 才有機會重振走入黃昏的各地小鎮 清明年假 台北市衛生局抽驗總計49件產品 其中吃潤餅一定要加的花生粉 被解除了黃麴毒素超標 吃下肚過量可能會誘發肝癌 稍後帶您關心 下週就是清明年假了 台北市衛生局也針對潤餅皮專賣店 市場超市以及廟宇周邊的祭祀商品 的販售店 批乏商都進行了抽驗 總計抽驗了49件產品 就有三件是不符合規定的 其中一件是吃潤餅 一定會加的花生粉 被檢出了一級致癌物 黃麴毒素超標 吃下肚子很可能會誘發肝癌 塗上甜麵醬 撒下花生粉 加上菜脯 雞蛋 滿滿配料 最後加入香菜 包起來 這是清明節必吃的潤餅 業者提前備料 我們凌晨就要來準備了 可能三點多 就要來準備磨皮了 因為主要其實買皮的人也很多 會比平常就是多個五倍 五倍的份量 就怕食材違規或者不新鮮 北市衛生局也動員 針對潤餅專賣店市場超市 還有廟宇周邊的業者進行抽驗 中間抽驗49件 有問題的產品有三件 其中潤餅中常出現的配料 豆干碎丁以及豆干絲 被剪出防腐劑本甲酸超過標準 食用過量會造成腹瀉胃痛等症狀 必加的花生粉也被發現黃麴毒素超標 不小心吃下肚恐怕會致癌 會有一些發霉的狀況 那就會滋生這個黃麴菌 然後所釋放出來的黃麴毒素 它非常的危險 因為它是一己致癌物 花生粉論餅這個一下就加完了 所以每天都是一直拆新的拆新的拆新的在換 他們檢驗合格的我們才有配合 然後回來基本上我們都是 自己經過在洗在泡在炒過 就怕食材出狀況 業者特別找檢驗合格的廠商合作 收到食品原料後還會再清洗處理過 這個辣椒醬也是自己買新鮮辣椒製作 此外專家也指出清明節在氣候上 普遍比較潮濕 在保存食物上也要特別注意 避免將問題的料理吃下肚 還有小林製藥的問題 紅麴風暴也逐漸擴大 日本小林製藥表示 已經有二十六例住院個案了 還有小林的紅麴除了製作保健食品 它也有賣給其他的食品加工業者 所以包括了日本酒 鮮貝 豆果子 都可能受到波及 而我們的食藥署追查 國內有兩家業者輸入了小林製藥 紅麴原料總共五十六匹 其中三核心表示先停止銷售了 而新美市府也請業者回收 預防性的封存原料 日本小林製藥週一發出最新公告 截至3月24號 因服用小林製藥紅麴商品住院 新增二十例 總計二十六例 人數持續增加 引起外界關注 公司也透露去年生產十八點五噸 紅麴原料當中 二點四噸使用在小林製藥保健食品 另外十六點一噸出售給其他客戶 日媒報導包含日本酒 鮮貝 以及豆果子都聞獻 日本大型製酒業者保酒造 在日本擁有高知名度 但旗下一款氣泡清酒 因使用小林製藥公告 回收的問題紅麴原料 已自行回收近十萬瓶 國內兩家業者有進口 已請業者辦理回收 這起紅麴風波影響越滾越大 這兩家臺灣的輸入業者總計輸入了五十六批 的日本小林製藥的紅麴原料 消暑已經通聯這兩家國內的輸入業者 必須辦理回收 消暑證實兩家受波及廠商 就是進口三十一批的三核心 以及二十五批的核斯特公司 對此三核心聲明 已將紅麴原料回收 已製成成品的會先停止銷售 請消費者勿再使用 新北市衛生局也出手 預防性封存可能的問題原料 及成品共四百零五公斤 至於大一聲音 則是預防性下架納豆紅麴類產品 在日本是不是有橘霉素 還是就是說 還有其他藥物的成分在裡面 我想這一點可能還要再釐清 一介藥師業都說 使用紅麴發酵最常見 就是產生橘霉素 但日方至今還沒公布調查結果 到底問題出在哪 就等日方講清楚 金經文綜合報導 總統蔡英文上任以來 年金改革即將邁入第六週年 不過國民黨立委賴士寶等人 卻提案針對退休公教 被連砍五年的所得替代率 今年起停止再降 行政院長陳建仁就呼籲 希望改革方案 不要破壞了現有的穩定改革制度 勞工團體站上街頭 要求年金改革刻不容緩 自從蔡英文上任年改邁入第六週年 國民黨立委選擇不再默示 年金改革從二零一八年 年七月開始上路 退休金從首年降至月薪 兩倍的百分之七十五 在一年減 一點五個百分點 預計將在二零二九年 降至百分之六十 公教大喊動尾條 因此國民黨立委 賴石寶等人提案修正 針對退休公教已經被連續砍五年的 所得替代率 自今年起停止再降 就怕被貼上反改革標籤 藍營黨內步步為營 爭議法案可不止這 下午兩點半下午茶送定位 書記長洪孟凱召集各委員辦公室主任們 開核心會議 因應新會期法案順利推動 但不在即投票 黨內難有共識 投票方式無論是通訊或是海外 同樣喬不攏 雜音不斷 而日前立法院總質詢爆發的沒收質詢風波 立法院長韓國瑜今天主持黨團協商的時候 藍白兩黨團都認為應該照議事規則 行事沒有模糊的空間 但是當民眾黨總召黃國昌表達意見的時候 因為不滿柯建民不斷的插話 當場暴怒走人 所以協商又破局了 不好意思喔 請你尊重人家發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講話你插什麼話 你在講話 我要不是插話嗎 我過來過來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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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啡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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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啡� 人生攻击的 我这样不能 委员长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我觉得这样 能建设中主义 蓝绿狂奉剑韩国瑜平打原厂 选择先退一步 你三分钟离开了 还有十二分钟 身为主席 我们必须要等好等满 让你整个完整十五分钟 通通结束 我们才会进行下一位的咨询 而蓝白人坚持 议事规则没有模糊空间 所谓镇定的基准时点是 顺序一排出来了以后 那个时间点就要确定吗 按照议事规则走 没什么好协商 怪了没收质询 怪了议事人员说不追究责任 但是通篇没有讲说 到底当天该在现场的委员 为什么没有应该在开会的时间到现场 一次私下协商 一次党团协商 但质询权争议朝野依旧互不相让 进行我们论颖黄红杰采访报导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论文门风波 还没有完全结束 前国安局长陈明通 今天还原了各项论文的文件 表示在写作过程当中 余正皇论文最核心的内容 要不是我给的 要不然就是我跟林志坚的创作 直呼省定委员认定林志坚抄袭 根本是一场世纪大冤案 许久不见先替爱徒讨公道 前国安局长陈明通为了林志坚论文抄袭风波 拿出关键论文当起陈教授 陈明通解释他是为了帮论文卡关的余正皇 才提供论文数据等资料 没想到好心被蛇咬 因此连累林志坚就开死 这些细节全写在陈明通的新书 2022的学伦猎屋事件部 不过让陈明通最不满的是台大审议委员会 不承认陈明通说法 判定林志坚抄袭 陈明通书中更气愤比喻 余正皇向林志坚借酱油 卤自己的猪脚 但实际状况是酱油猪脚 都是林志坚的 整道菜是陈明通卤的 余正皇只是拿去配他的饭 怎么能说卤好的整碗猪脚 是他做的 只是台大校长陈文章不以为然 要陈明通必须负起责任道歉 校长如果仔细看完这本书 会有不同的看法 阿通是重出江湖 让轰动政坛的论文们 再先余博荡漾 继续人听蔡神佑 采访不懂 中华直报迈入第三十五年 台北一零一大楼 今天晚上六点半 特别点灯 线上祝福 希望中华直报能够再创巅峰 今年很特别 因为是终植睽违十五年之后 再度重返六队的局面 而且终植进军台北大巨蛋 更是今年球迷朋友们 讨论相当高的话题之一 尤其在四月三号 中信兄弟就会在大巨蛋 和台岗雄鹰进行围棋两天的赛事 让球迷们十分期待 白沙屯妈祖联教 从今年清晨两点钟就开始起驾 一路急行北返 到了下午两点抵达苗栗通宵镇之后 速度才终于慢了下来 然后也开放 让民众弄丢咖 还有十八台吊车业者 自发的集结 在路边一字排开 高挂百万炮帐来迎接马祖 为了供应白沙屯妈祖乱降 回到苗栗县内 十八台吊车一字排开 高挂鞭炮阵仗惊人 其中八米高的炮门最袭击 乱降一抵达 七百排的鞭炮 骑身燃放镇耳玉笼 热烈迎接马祖回软 从高空俯瞰橘色大军 挤爆台翼线的道路 场面超壮观 热心的信众说 这已经是第十五年 用百万炮帐迎接马祖 借此来表达心意 分红超炮经过连夜赶路之后 下午两点抵达了通宵镇 速度终于趋缓下来 开放给信众钻较底 在队伍最前排 母女俩拿着黄色牌子 顶着艳阳 等着向马祖祈求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家人 白少屯妈祖晚上在通宵 慈后宫住假过夜 二十六号上午就要更换 八人抬大叫 也代表静香回软 即将进入尾声 的确是进入尾声 因为今天已经是第八天了 有不少热心的民众沿路 提供免费食物 点心还有人提供充电服务 不过据有网友发文表示 好心在车上提供充电区 结果延长线上的豆腐头充电器 居然会被偷到 只剩下一个 他说妈祖近乡 不少自发性团体 提供免费的水和点心 给香灯角 还有人免费提供充电服务 他必信众带着手机 和行动电源 将线插上延长线 来到货车前充电 确保自己的手机都有电 不过却有人滥用爱心 把民众提供的豆腐头充电器 全都拔走 来自南部的信徒 沿路提供电源 让其他香灯角充电 二十四号离开云林北港时 他准备一整排的电压器 单六个小时之后 豆腐头只剩下一个 让他无奈po网 每年的数值大家都不一样 对啊然后一年比一年能就多 对啊那你什么样的人都有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自己带线自己带头 就不会有这种状况 因为本来就是你有需要 你就带自己的东西 人家提供电给你就已经很不错 前几年我也是有准备转接头 也是第一次使用就被拔走了 所以这个东西人太多 你不能去控管每个人的行为 当然就是就自己的东西 自己看好了 提供充电器分享资源给其他镜像 民众使用却发生变压器 不翼而飞的状况 镜像轻撑出现害群芝麻 也辜负了发愿者的善心举动 金星人 蔡敦寅 林世新采访报道 独家的消息要来看到 有几名男子炸赌被掳走 凌虐痛殴 这个影片在网路疯传之后 新北市警方发现赌场的位置 就在行庄 然后主动介入调查 也终于在前两天顺利的在新竹 逮到了冯姓主贤 原来是这个月中呢 他找了五个人到自家开车的地下赌场 玩添酒牌 结果其中有两名男子出老千 当场被逮着 他教训了对方一顿之后呢 还逼这名男子签本票 跟勒索了一百二十万元的赔偿金 才放人离开 面对一群凶神恶煞 只能乖乖承认炸毒 而出老千的工具 就藏在随身烟盒里 当场人赃巨货 还被揍了一顿 两名男子双手遭到反绑 被打得鼻青脸肿 嘴巴还惨遭交代封印 过程中被逼牵本票 和索赔一百二十万元现金 影片在网路曝光后 引起警方注意 花了五天 终于找到嫌犯下落 主嫌双手上铐 遭到压制在地 看见优势警力上门 才肯乖乖配合蹲在一旁 警方附带搜索 在家中找到作案用的囚棒 以及当天勒索的百万赔偿金 警方根据影片中被害人描述 这间位在棒球场旁的民宅 才发现这里是赌场主持人 冯姓男子的住家 当时他找到五人一起赌博 过程中发现有人炸赌 才会动手伤人 根据了解炸赌事件 发生在这个月十六号晚上 遭殴打的两名男子和其他人 分别从桃园和新北市 前往新庄赌博 当他们以为能够神不知 鬼不觉化身赌神 引大钱 但诡异动作引起怀疑 沿河内暗藏镜头被带个正着 主贤开地下赌场赚钱 却招人设局炸赌 气得率重将四男一女如走痛 被害人出老千在先 根本不敢报案 还好警方主动借路 将能给一网打尽 而且原来这群人 根本就是职业炸赌团 他们找地下赌场 看准了这些赌徒们就算知道是炸赌 也不敢报警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赌场主人背景很硬 所以他们遭到抓包之后 不但被揍了一顿 还关到台北市南港的一间工程行 拘禁起来 十六号深夜十二点多 一群凶神恶煞聚集在路边 准备开车离开现场 因为地下赌场的冯信主 嫌火同扫地 要把五名炸赌团客 从新北新庄押到台北南港 一间工程行 逼他们吐出百万赌金 在我背后的这间工程行 就是刀警方锁定涉嫌 私刑拘禁炸赌团的场所 当天主嫌把五人关押 在这里超过十个小时 直到付出了百万的本票加赌金 他们才终于重获自由 炸赌被抓包的四男一女 来自桃园 自称有帮派背景 意思是炸赌灌犯 警方调查后发现 主谋到处找新的地下赌场 看着对方就算发现有炸 也不敢报警 想借此黑吃黑 但没想到这回踢到铁板 惨遭拟殆打 还被关进地下室超过十五小时 根据了解涉嫌殴打 凌虐的主嫌冯信男子 是竹岩帮干部 承犯下多起伤害案件 以这间工程行作为关押 据点似乎关系匪浅 工程行去年七月中才发生 音乐债务纠纷走后起口交 衍生的聚众斗殴案 如今又扯上黑道 为教训炸赌团私刑拘禁 让附近邻居避而远之 原本只是想拍影片 用来勒索赌客付钱 冯信主嫌却遭到出卖 犯罪行为被剖上网 如今狼狈遭收押 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 惨痛代价 金新闻张新智 吴云千 颜凯旭唱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是大方企业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